20世纪20年代初 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了大量的甲骨纹 很多人都觉得这里可能埋藏着大量的宝物 寻宝人的身影出现在了这片土地上 1939年3月19号晚上 农民吴熙增就在安阳五关村的地里转悠着 他时不时用炭杆去寻找宝物 当然这是30年代的事了 可现在肯定是不行啊 所以大家也别问我这炭杆长什么样啊 吴熙增的炭杆在炭到了地下十多米的时候 突然触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拔出一看炭杆头上带有着铜锈 他马上意识到找到宝贝了 他赶快回去找自己的堂兄吴培文一起商量 因为当时日本人已经侵占了安阳 所以挖宝这件事风险还是很大的 这万一让日本人知道了就麻烦了 怎么办呢 趁夜里悄悄的挖 于是吴熙增和吴培文组织了村里二十多个小伙子 在月黑风高的晚上动手了 挖到十米深的时候 当浪的一声 一个金属物件露出了头角 村民们顿时兴奋起来更有干劲了 继续挖一个巨大的青铜器露出了他的面貌 只见他硕大无比 行四马槽 连七八个人都抬不动他 最后还是吴培文指挥大家 用三根原木搭成架子挂上轱辘 把这个器物呢给拉了出来 这村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因为他的行四马槽就叫他马槽顶 他们一块把这个马槽顶运回了吴熙增的家里 商量之后决定把它给卖了 但是卖给谁呢 别着急 实货的人啊 消息都灵通着呢 很快北京当时叫北平 北平有一个古董商就专程来到了武关村 他看到这个器物之后 非常的震惊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青铜顶 于是他就提出以二十万大洋的价格去收购 二十万大洋 什么概念 大概呢就相当于现在的里养千多万人民币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是北平古董商提出 马槽顶体型太大 不易运输 而且容易引来日本人 希望吴熙增兄弟俩将大顶分解之后 运往北平 当古董商走了之后 兄弟呀就开始动手了 他们先是用钢锯 然后用铁锤 但是这马槽顶实在是太结实了 怎么分都解不开 这时吴沛文就提出了 这万一咱们把顶给砸坏了 或者即使分解好了运送到北平 这古董商不要了 咱们咋办呢 兄弟俩到这就驻守了 于是他们重新把马槽顶掩埋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了 就这样 这尊大顶逃过了粉身碎骨的命运 很快日本人得到消息了 他们派军队包围了吴家 在吴家来来回回搜了好几遍 院子里都挖开了 都没有发现马槽顶的影子 那马槽顶去哪了呢 原来兄弟俩在这之前就已经预料到 日本人可能会来夺宝 就提前把马槽顶运出来 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买下了 马槽顶由此躲过了这场劫难 而兄弟俩甚至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选择了背井离乡四处漂泊 很快抗日战争胜利了 1946年4月 吴家兄弟返回家乡 将马槽顶重新挖出来 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很快得到消息 将这件马槽顶给收缴了 并且运往南京的中央博物院 再后来新中国成立了 这件大方顶从南京运往北京 落户中国国家博物馆 成为了镇馆值宝之一 说到这儿 咱们是不是已经猜到了 对 它就是私木屋大方顶 现在改名了 叫后母屋大方顶 后母屋顶通高133厘米 口长110厘米 宽78厘米 重达1665.68斤 它有两个利耳 折颜 腹部呈长方形 腹下连接四个中空的柱足 双耳外侧装饰虎食人文 腹部装饰云雷文 饕贴文 内部注客三字名文 而最初给这个顶命名的是 郭沫若先生 他认为这三个字应该是私木屋 物是伤亡祖庚或者祖甲母亲的庙号 私木屋的意思就是祭祀母亲物 但是在这之后争议一直不断 有很多学者就提出来 私字应该为后字 因为在古代文字当中 私后是同一个字 而后母屋的意思是将此顶献给敬爱的母亲物 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屋的命名要优于私母屋 于是在2011年 这个顶就正式改名为后母屋顶 你看咱们上学的时候 学的的确是私母屋顶 但是这以后就要说后母屋顶了 如今这后母屋顶已知是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它充分的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 不仅规模宏大 而且组织严密 分工细致 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而对于最初发现大顶的吴锡曾 吴培文兄弟俩来说 后母屋顶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既让他们饱受磨难 也让他们成为国宝发现人 这件国宝现在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骄傲 我是陈坤 关注我 我们一起来聊国宝故事